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i didn't take some 在中央海岸的马逢 然后我们边有很多冲击 非常多的松林 松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要来日本的三大景之一松岛 这是基于京都的天桥栗 然后跟他是去广岛的宫岛以后 然后在这个仙台的松岛 对日本三大景之一 我们要去松岛逛一逛 然后现在要从仙台站坐电车 到松岛海岸站去 大概可能40到50分钟 我们连路看看咯 我们这次住的旅馆位置 是在仙台站算是后站的位置 那后站这边也是蛮方便的 电梯一搭上来 就可以直接抵达我们的仙台站 那仙台站的一楼有广场 走过去看看 台站我们来搭JR 拿好了地铁票 我们现在要去松岛海岸站 10号月台 10号月台 大家先实现到松岛海岸站 我们的电车准备进站喽 我们的电车准备进站喽 然后 abrir 现在这个电车比较特别的是 他不是自动开门 他旁边有一个按钮 你要按一下之后他才会打开 門上也有個小提示 要搭乘的話要按旁邊那個紅色的按鈕 現在已經看到海岸線了 對,我們現在搭乘到松島海岸站 即將抵達我們日本三景之一 我們到松島 松島海岸站了 可以看到那邊,剛好被遮住 後面就是松島海岸的 然後這邊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松島海岸站 很美吧,我們要去看松島囉 今天天氣非常好 可以看到外面金光三像 我們趕快出去看看松島海岸站的外圍 走出松島海岸站就可以看到前面有個廣場 我們現在沿著松島海岸的 這個應該是比較是商店區 因為海邊的話就在那一口 它有兩條路線 他們可以先從這邊這一個路線走 然後有幾個比較大的景點 回來的時候我們再走海岸 然後這邊有名的就是仙台的牛肉 還有牡蠣 牡蠣跟宮島一樣 宮島那邊的名產也是牡蠣 所以在仙台這邊啊,你去玩牛蛋的話 也可以看到超多牡蠣娃娃 這邊有一家在排隊 大魚 大魚 海鮮凍 魚師傅海鮮凍 這裡也有 應該也是有牛舌吧 哇,好舒服哦 好舒服的街景 然後那邊就是海岸 海岸這邊的天氣非常非常好,都快看不到臉 然後我們現在先去這個安通院 安通院也是一個這邊的知名景點 人非常多,現在沿路旅客非常多 現在走進去 現在大家來逛一下 現在走進去 現在大家來逛一下 現在走進去 現在大家來逛一下 那天寧院啊,這邊附地氣是沒有很大 主要供奉的是地藏 那他這邊的地藏比較特殊 叫做紫玉水子尊王 紫玉水子地藏啊,他其實蠻感人的 他主要是負責幫助一些不幸找妖流產 或被墮胎的英靈守護生 在日本有一個傳說 就是這些無法誕生 或因為意外疾病離開人世的小朋友啊 因為在冥界都會被欺負 那水子地藏啊 就會代替這些孩子的父母親守護他們 那在當時其實也相當撫慰 這些失去孩子父母的心靈 讓人覺得特別感動 這邊知名的6公尺高的紫玉水子地藏 依達五郎八姬 應該是就是祭祀他的地方吧 依達鄭宗的長女 東北為大理石山 子玉水子地藏尊王 這邊可以求鞍鏟 我們現在已經走進了海瑞岩寺這邊 然後再往前走就是 這是聯貫的兩個景點 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 這邊可以看到一個小小的 有點表餐的地方 我們現在進來 它中文翻譯叫圓通院 我們來看看圓通院的內部 這邊有非常多的風樹 現在是春天 所以風樹都非常的綠 有少數的風樹是有一點點偏紅 像我們左手邊這顆就特別的紅 秋天一定非常美 如果全部的楓葉都轉紅 旁邊這邊有一個漸層的楓葉 好漂亮喔 圓通院主要祭祀的是兩個對象 一個是觀世音菩薩 一個是伊達正宗的嫡孫伊達光宗 我們先來看看伊達光宗祭祀的三會殿 也是日本的知名的文化遺產之一 這是珍藏以伊達家族350年 被國家指定為文化產物的三會殿 然後算是光宗 好像是祭祀有點供奉光宗的概念 光宗是伊達正宗的徒孫 然後聽說年少的時候文武雙全 那因為他的才智跟武力在當時的政局 是對川木府來說是心腹之患的 所以19歲的時候光宗就出世吧 然後也有說是被毒殺 也有說是病死的 那這個靈堂主要是 第二代凡主 中中祭祀光宗而見 然後神殿內 神殿內有供奉一個騎白馬的底妝 是光宗的笑 三會殿後面 這棵神殿好高大 好直好高大 那這邊也有供奉一些祭祀 很多杯 當時其實蠻多 蠻多忠誠 讓你跟著殉職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圓通院 圓通院的上方是一個很厚實的茅草屋頂 非常壯觀 我們可以靠近一點看看圓通院的裡面 那裡面主要供奉的是觀世音菩薩 可以看到觀世音菩薩 在裡面 它的右邊還有這個做佛珠手作的工坊 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佛珠樣式 這個念珠手作是說如果你們是選擇天然石的話 工作人員會說明每個天然石所代表的意思 那如果不知道就是不懂日文的人 他會拿英文紙條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圓通院的屋頂 很厚實 這個圓結觀音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 這個圓結觀音它有一個介紹 說此正觀音乃是世間男女及至今無緣之人喜劫良緣的觀音 然後結人觀音乃 成龍 嫁龍成功之下 龍是代表男性 不是要代表女性 然後嫁龍成功 則代表夫婦和母 連結觀音 然後它的玉瑪蠻特別的 是人偶的 很多人都有來求姻緣吧 對玉珠印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收集玉珠印 我們現在要去參觀的顏色囉 這個顏色入口 有一點點在維護的顏色 入口進來有一個玉珠印帳的地方 玉珠印 然後這邊是法生窟 這邊是法生窟 法生窟 這邊是一個柏寺 然後裡面有伊達正宗的一個象 伊達正宗的象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法生窟旁邊 它其實立有33座的觀音石像 悅仁寺主要祭祀的是 也是觀世寅菩薩 在823年前就建造了 也被譽為是東北的第一古煞 歷史非常悠久 那從這個三聖堂進去 可以參觀內部 有一些保留的遺跡 跟陶山的一些建築設計 內部的繪畫非常的豪華絢麗 裡面有蠻多文物都被列為 日本國家重要文化財 我們現在已經走出瑞岩寺 但還是在瑞岩寺的腹地裡面 它非常寬廣 一路延伸到海岸線區 有很多在招覽可以搭船 有松島灣一周 然後這邊是松島灣的渡船碼頭 已經可以看到那個 這都是那個松島遍布的260座小島 然後渡月橋吧 這應該是渡月橋 好美喔 這是另外一種 很多分散的小島欸 你看 有一種日月潭的感覺 放大版的日月潭 我們現在在松島海岸的碼頭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得到 松島海灣的景色 非常漂亮 他們要走到這邊去 旁邊有個孤月橋 我們要走到孤月橋過去 這邊跟公島的景色是完全有不一樣的感覺 非常多的松林松樹 這邊的天氣可能真的很適合長松樹 松樹都又漂亮又很高 看這個美景 超美的 太陽很大 今天真的就夏天的感覺 現在溫度大概是20度左右 很舒服 我們現在要走去五大堂的入口 重要文化餐 五大堂 入口 我們今天是松島的中午 這裡人蠻多的 五大堂其實是一個小島 四面黃海要透過這個 這個紅橋走到五大堂去 沿路沿我們來一些經驗 特別值得介紹的就是這個紅橋 等一下可以帶大家近一點的來看看 它是直接穿透到底層 可以看到下面 船下面的一些流水 在這裡 很像 在這裡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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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 在這裡 看到 很像 很像 五大堂 五大堂也是列在瑞岩寺负责保管的一个小庙 它主要供奉的是五大堂 所以因为这样就是被称为五大堂 这个历史也很悠久 它是西元807年建立的 在伊达镇中的朝代 屋顶是砖尖顶 四面刻着十二生肖 如果细部观察的话 可以看到很多建筑的细微 那里面供奉的五大堂 五大堂是每33年才公开一次 下一次会是2039年才有对外公开 所以你们会看到门是关着的 现在是关着的 旁边就是很美的松岛海岸 八百八岛 这边有八百多座的小岛 很美很美 刚刚从这里买一个通行票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走这个杜月桥 它叫浮浮桥 超美的 超美的 海星 日本台湾有情之桥 大地震受损的时候 台湾日月潭观光业 地震震灾一款 顺利修复完成 这是台湾有情的桥 台湾有情的桥梁 浮浮桥 我们现在走在这个桥上 很美 长长的桥 然后今天那个夕阳 现在是下午的时间 那个夕阳的光线很漂亮 很多人 很多台湾人 台湾人都跑来松岛了 浮浮桥跟浮浮桥 算是比较独立的一个区块 要到浮浮桥 一定要走过这个浮浮桥的部分 它会收一个通行费用 成人是200块日元 而同时100块日元 走上浮浮桥 可以悠然的看到四周 都是松岛海岸的风景 非常的漂亮 然后也有一个叫奔天才的一个遗迹 这边是奔天才的广场 这边就可以看到整个很漂亮的松岛海岸线 这边的松树非常壮观 可以看到它长得铺天盖地的感觉 很美很美 然后搭配海岸线 可以看到远处 有很多的小岛 它们逛完了福布岛以后 我们来体验一个松岛独有的烤鱼板 Let's go 这边有一个好像是烤鱼板的体验 可以自己到旁边 这边其实是可以自己烤的 我刚刚买了一个 一支 一支是三板 它也有这个竹轮 竹轮 它家的烤鱼板 大家都在等 我们把它放进去 旁边其实有个图是有教大家烤的 然后就是固定看着它 时间到翻一个面 它烤到焦黄焦黄的 就可以吃咯 好香喔 你看颜色看起来非常漂亮 好想吃 好想吃 烤鱼板 烤鱼板 好想吃 这边有很多可以买回去 然后猫猫出来 烤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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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松島要打烊了 我們今天已經走了一整天松島的行程 對 去了蠻多地方 只有一個關嵐亭因為它已經打烊來不及 其他的地方我們基本上都走過 武大堂 天陵院 元通院跟瑞岩寺 然後還有去了那個台日友好的橋 非常的漂亮 那在松島海岸這邊啊 非常推薦大家如果有來仙台的話 不要錯過了 畢竟它是日本的三大景色之一嘛 那來這裡喝喝啤酒 吃吃海產 非常非常放鬆 那松島的行程就推薦給你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樣美麗的景色喔 那後續有更多更好玩的景點 我再推薦給你們囉 最後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喔 謝謝你們 掰掰